大家好,我是Juliet,欢迎回来 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几个网络词汇 虽然说是网络词汇 但是呢,这几个词已经作为一种新词 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 其实平时我不大使用网络词汇 但是这几个词呢,我也比较常用 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学习吧 第一个词语是吃土 其实这两个词呢,你们应该都认识 吃的意思是to eat to means dirt or所有吃土 吃土,to eat dirt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吃土,只穷到没钱吃饭,只能吃土 我再说一遍 只穷到没钱吃饭,只能吃土 它经常用作疯狂购物 开销太大,导致只能吃土 当然这通常是一种自嘲 比如说,我这个月花了好多钱 下个月又要吃土了 我这个月花了好多钱 下个月又要吃土了 第二个词呢,也和消费相关 剁手 剁手 剁 means to chop to cut 剁手 means to cut off hands 它指的是过度消费 不知不觉花了大量金钱 事后感到非常的苦恼和后悔 所以自嘲要剁手 我们可以这样使用 再乱消费,我真的要剁手了 再乱消费,我真的要剁手了 第三个词语是抓狂 抓狂 抓狂指的是情绪非常激动 烦躁,再也无法忍受 抓狂 mad, irritated 比如说,看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这么多广告,真让人抓狂 看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这么多广告,真让人抓狂 这天热的让人抓狂 这天热的让人抓狂 第四个,粉丝 粉丝 粉丝作为食物呢,是一种面条 像是这样子的 或者是这样子的 我很喜欢吃粉丝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粉丝 指的是fan,fans,粉丝 比如说,我是莫文蔚的粉丝 我是莫文蔚的粉丝 这首歌是外面的世界 莫文蔚不是原唱 但是我很喜欢它的版本 演唱会上粉丝不停的尖叫 演唱会上粉丝不停的尖叫 你呢?你是谁的粉丝? 最后一个词语是宅 宅 宅本来是用来构成名词的 表示住所或家 但是现在经常用作动词 表示待在家里不出门 待在家里不出门 to stay at home 比如说 我很宅 我很宅 I like to stay at home and that is true 还有 他周末非常喜欢宅在家里看电影 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宅男或者是宅女 boys or girls who like to stay at home 你呢?你喜欢宅在家里吗? 感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Subscribe or like if you want Thank you so much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